冰冰只剩下约书雅跟迦洛没有死 其他人都死光了 你就知道说 其他人死光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 因为不相信 你看一个不相信 所以你知道吗 不相信神也蛮可怕的 后果不堪设想 生命可能唯唯可及 所以是这样更危险的 那我们来看看约书雅有什么样的领导特质 我刚刚讲过说他的治理能力 再来他有引导别人出入的能力 他能够领军统帅的能力 他对神有信心 然后呢有勇气有果断力 这也是刚刚前面讲到那个部分 然后呢他能够怎样顺从 就听神的话 而且愿意听这个祭司的求问 那他心中里面有圣灵 这个是他刚刚讲得清楚 就是心中有圣灵 让神来掌管他 而且他愿意有目标的方向 然后往前走 他就是要知道 他的目标就是在迦南地区 所以他很清楚 他要走的地方就是迦南地 所以不管怎样 他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信心 没有勇气的时候 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 就说 那个真的是我的方向吗 那个真的是我目标吗 是不是神不是要我这样走 可能神要我那样走才对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害怕跟恐惧 我们担忧 我们觉得我们害怕神秘化成全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岳树雅他是很知道清楚 他的使命 他的任务就是要完成 或者是要到迦南地区 而且到那个逸曲之地 他确信他可以到 他的确他怎么到了 而且他完成幽默 那我们再来看这刚刚是旧约的领袖 领袖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新约的部分 他怎么说 新约的部分 慈如心传里面第六章 有讲到说 他说你们要怎么选 他说要选七个人去怎样 去办理事情 那去选七个人 这七个人要的什么 第一个要的好民生 然后第二个是要配胜领充 你看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配胜领充 跟刚刚那个地方怎样 心中怎样充满圣灵 有没有感情 有关系 有提到一个共同点 对不对 好 再来就讲到智慧要充足 所以晉辉与老师智慧的开端 这个也十一其中十一 那他说除了这个之外 还要祷告 还要做 还要传道 就是真的 这个事情都要做 所以你要选要选这样的人来当民宿 那我们来看看这几个 什么叫好民生 这个有好民生就又来 好民生通常比较有同理心 比较能够体恤别人的需要 比较跟人有好的关系 然后呢 他的生命态度可以复活出 比较有基督的样式的样子 他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类似像这样 那好民生呢 可能好公益 然后好连离 纯谦卑的心 然后为主作官为主作严 这些东西是不是跟刚刚我们在讲 领袖特质里面 有没有相关 有相关 有相关 所以你要看到说 其实现在的道理 过去的人都想过了 现在发现 而且这些都是大师 领导大师就没有想到 如果他们可能都看正经来的 学来的 都是这样子 好 那他说是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就是 神在掌权 然后神在管理人的思想跟行为 那被圣灵充满的人通常怎样 有圣灵的果子 如果只会说 眼嘴巴讲 感谢神啊 赞美主啊 嘴巴去到任何地方 都是在讲这些话 可是没有发现 他的行为 跟他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人 有没有圣灵充满 有没有神的话在那边 其实看他生命的表现 那生命表现是什么 从圣灵的果子来看 他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说方言那些东西 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是他有没有结出好的果子 而且是好果子 就是有圣灵的果子 那就是那九种果子 大家知道吧 那九种果子 仁爱喜乐 仁爱喜乐 什么 和平 信实 分辞 温柔 节制 反正我没配好 但是我知道哪几个 哪九个 重要是哪九个要知道 然后配好了 但是不知道哪几个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那你要让圣灵充满 第一个人要盗通自己 问题是我们要盗通自己容易吗 不容易 我跟你讲 要把你我拿掉 把神拿进来 神的话拿进来 我去掉 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 其实要被圣灵成完了 有很容易 就是 你愿意把自己舍弃 老我舍弃 然后神进来 我跟你讲 人会吵架都是因为老我在 对不对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老我的话 大概都以神为中心 大概吵不太起来 好吧 我们拼神的话 大家都乖乖的拼神的话 大家不会吵架 所以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的罪 对付的是我们的情欲 我们的罪 我们的情欲 如果能够对付完 其实生命当中 就会呈现比较圣灵的模式的样子 要不然很难 真的很难 好 再来就是要智慧充足 哇 智慧要充足也不容易 你要把事情做好 一定要有智慧 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头脑去想 去想 到底要怎么做才是OK的 那尽心尽力尽力尽心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爱上帝 可是这个地方也是要做 该做的 把事情做好 所以有些人会做得很完美 可是有些人就做得泥浪浪 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你是负责这个长职 你负责这个责任 但是你从来不负责任 也有可能 或者是你负了一半的责任 或者是负了 你不是全息负责 那也有可能 所以每一个人 接受责任的情况都不一样 然后付出的责任也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说我真的是很寒蛮 我很想 其实我跟你讲 寒蛮比较没有那么重 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有没有心 我发现有心的人 真的有心的人 不会都会变慧 没心的人 慧也没有用 因为不会做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那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那怎么办 跟神要 神是怎么样 给你赏识给你智慧的神 而且他是不自的人 然后不会看到你笨 你说你笨蛋 你连这个都不会 他就说好 你愿意求告我 就像那个什么 最有名的 那个所谓漫画 你要求智慧 那神就给他智慧 去管理这个国家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跟神多要 你不要说 我一点都不聪明 不要再这样讲 聪明就是想跟上帝要 智慧跟上帝要 那上帝就给 所以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圣律说的 很重要 这雅各书 已经讲过 好 那我问一下 领导者还要付代价 不是领导者都会付代价 领导者不是很尊荣 然后到处走路都有风 不是这样 领导者其实要付出很多代价 其实我看到 我自己在想这些代价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不容易 第一个身体要付上代价 你要不要付出时间 要不要 做领导者都会付出时间 要 那请问领导者是很闲吗 通常都很忙 工作很忙 所以他睡眠时间不多 那他还要照顾 你看如果是摩西啊 或者是耶稣 他们都要照顾百姓的安全 他们没有水 就一直化 化功能水 在那里水到水 没有 没有肉要吃 快点 上帝就要跟上帝 求说安全 安全就给他们 所以你看 连这些东西 十一住行 百般需要 又要高兴他们 所以这个也是要照顾 人的生命需要 那用药传递上你的话 所以嘴巴要不断的说 嘴巴要不断的说 在身体上不断的讲话 讲话也要有力量 要有情意可以讲 要不然你的病厌厌了 还要在讲话 有的时候也是不容易 而且不断的供应别人 不断的供应 他们这些人的需要 然后呢 有的时候还要被打 被攻击 他们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要付出的很多 时间代价 金钱代价 我们现在不是也这样吗 如果你要当一个领导者 你也是要付出这些东西 可能没有生命危险的问题而已 我们现在服事大概没有 比较没有生命安全的问题 要不然就是到处要出去探访 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除非这样 要不然的话应该很好 在心灵上 我跟你讲 一个领导者通常有很操心 因为很多东西要担忧 要想 你知道吗 你在怎么样管理 你会发现到任何地方 你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 各种教会也好 或是所有领导者也好 我跟你讲都会民怨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满意 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领导模式 大概没有一个人喜欢 所以民怨就很多 那你看看他们的模型 那时候 你看民怨是满天飞 那再来就是冲突 一天到晚都有冲突 你看60万的男丁 然后大概200多万人这样子的人 在那个地方不吵架才奇怪 我们这些人都可能会吵架 不要两三个人就吵架 光家庭没几个人就吵架 何况是这群人 这么多人 那不吵架才奇怪 那我还要就是 这个当领导者还要去和解 所以他还有工作能力去做和解 所以他负很多代价 他责任很重 那他还要谦卑要听 所以他还要去爱什么爱你爱己 这个都要 还要耐心去陪他们 然后跟他坏心 然后陪伴他们 还要教导他们 很多的圣经的教导 律力都要教 而且他不断的 每天不断的跟神要对话 因为他们在会慕里面 就是做跟神对话 神都会在那个时候跟他对话 那而且他舍弃你自己 原有的思考 原有的想法 神都这样擺掉 你看 要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做到哪 其实不容易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如果在 因为我想圣经的事情 大家想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喊喊 不容易 那跟大家分享说 那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 你都会做到领导者的情况 你都会做领导者 只是不同的领导人 比如说在家 你是什么 家的爸爸 家的妈妈 那你要不要当领导者 你也是同啊 你是家的同 你也在领导这个家 虽然我们说先生为同 可是呢 你也是另外一个同 不是吗 小孩子的榜样也是看你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在家 具有领导的角色 具有一生作者的角色 那你在教会里面 可能你是长子 可能也是信徒 因为信徒不需要当领导者 但是信徒不是 一直都会当信徒 信徒有一天也会长大 慢慢就会当长子 所以我告诉你 你是现在还没当领导者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当领导者 那在职场上 可能你是工作上的主管 也许是客长 也许是组长 你也要担任很多的职份 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身体负荷 都会很重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都会经历过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个 拣选领导这件事情 就是让你知道说 一个领导者 他需要承担的任务 其实是很多的 那如果你是长不大的孩子 你可能就是永远都当小孩 因为你永远不用当领导者 那你会发现你永远都长不大 可是神不会让我们的灵力 永远都是在属灵的那个 那个吃奶阶段 一定是等下能够长大 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 所以是慢慢成长的 我过去也是都是别人教导我 过去所学的所有事情 都是别人教导我 所以你需要一个很长的历程 从初历程慢慢长到慢慢长大 慢慢成为一个领导者 那我现在也不会 那一个领导者我也不会 是刚刚起获 所以你们要容许我很多的犯错 容许我很多的不足 再来就是 这位领导者 要怎么样 你们就想看看 如果你要成为你要整理 你要永远保有这些 你要付出这么多耐将 你如果要仍然保有 一个便利不断 真的是要求神不断的供应你 如果你没有从神那边 不断的供应属灵的需要 或是身心灵上的需要 你会发现你很快就断电 很快你就做不下去 就说不歪着 去死 不歪着 就会这样子 那最后 我要说教会 如果说你一定要成一个领修 成为一个领导的培育的时候 这时候就有很多机会 来培育你成为一个领导者 我们教会里面 很需要就是传统的供应 我们也很需要带导的人士 我这会没请你带导 这是很好很棒的 那我们需要带导的人士 那除了未免姐 应该有更多人来带导 那会更好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需要很多人 来关心我们的目道友 我们里面有一些目道友 需要关心 那再来就是 我们有人病痛或什么 有软弱 身心疾瘩有软弱 所以需要关心 我们也需要探訪的 官外的人员去关心 那我们也希望有目道友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幸福小组 那最近有在谈这一块 什么时候成立 还不太知道 那但是就是说 我们如果 我可能会问大家 所以你们如果想到 参加幸福小组的人 你就来跟我说 那我看有多少人 然后你们的时间 在什么时候是方便的 像我知道 就是有几个新的目道友 那这几个目道友可以跟我讲 好像冠羽啊 这个都可以 就是如果成为一个幸福小组 就是目道友的人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培育 这是一个培育 你若想当童工 邀请你一起来当童工 那时间现在就是 看这些什么人来参加 来决定那个时间点 然后再来就是安养中心 现在因为明年 今年到十二月的时候 柯山多长老 他没有办法再扶植 因为已经年纪已经八十几岁了 原谅他已经年纪大了 所以我们需要 107的来培育 一归美姐或许也可能 那个安养中心 对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我们期待说安养中心 大家一起来代理这样子 輪流来代 因为也要讲道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 再来就是信仰培育 信仰培育造就 那最近可能我们 桂梅姐也说 要做我们的训练 对不对 那如果有人愿意 八月份 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六 跟慧玲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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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就是 这个也是很好 很好的 培育的时间 那再来就是那个 我们的长照跟乐理 也需要自工 或是儿童客服 也需要自工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 教会有很多需要 很多需要都需要你 我一起带在一起来 那不然的话 这个教会如果大家不动 只有一个人动 或两个人动 三个人动 跟一百个人动 差很多 然后这一次 这一次他们太鼓队 礼拜四 礼拜四啊 他们太鼓队 老师不能来 对不对 教育的老师不能来 哇 就有人就是当力 当志工说 好吧 老师不如来 我们还是要继续来上课 很认真 有的人说要打鼓 有的人说要玩搓友 那就我四工一起來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所以我期待 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是可以付出的 不管你现在 就想说我期待你 每个人都有一个服饰的情供 你愿意参与 在哪一个地方服饰 你就在那个位置 这里有这么多四工 每一个四工 你都可以服饰 看你要 选一个就可以了 不用选很多的 要不然你有一个死人 所以我也不要你内外的身体不行 那我这样 我这个人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只要找一个 你可以服侍我 一个人做一件事就好了 参与在情侦 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快的事情 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听听吐听吐 我们来唱诗歌 回应诗歌 这首诗歌 是圣经里面一直在 也就是也是圣经的话 就是神啊 福音的功能在哪里 神啊 求你猜猜我 求你猜猜我 这首歌是在圣经里面的话 所以我希望说 这首歌也带给我们一个人 神 有没有感动说 神我愿意成为一个领导者 不一定是领导者 福音的使者 好不好 不一定是领导者 是福音的使者 慢慢在里面 以后慢慢就可以当一个领导者 好 我们来看这首歌 好 好 聖诗歌 祖歌 聖诗歌 书聖歌 明前救助 正在孤怨 谁奔为我去工作 天愿共作 已经成熟 谁愿意主去首歌 救助不断向我补偿 他已抱上清风霜 有谁愿意洗脑回忆 我在这里再见我 今天救助正在路外 谁肯为我去动作 天月梦做已经产生 谁愿意出去上课 救助不断向你补偿 他已抱上清风霜 有谁愿意洗脑回忆 我再祝你再见我 求上帝为我们预备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这个时候说 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再见我愿意去 OK 今天讲到都能够在各位的心中 我们现在来进去朗读 民宿记的27章18节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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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